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媽輔導一下 口語輔導都可以 還沒啦 先坐啦 對啦 對對對 欸欸欸你給他拉個太前面 這樣 這樣 不用講 不用講 好沒有關係齁 再試一次再試一次 不用講口令一次就好 你就用你的力量就好了 因為弟弟卡在那邊他拉不過來 對你人在他的左 右側 你人要在他的右邊 好差一點齁 差一點齁 好我們先請哥哥試一下 再換你再換你 因為他現在 不要再給他弄了 不要再給他弄了 讓他走一下 讓他走一下 你走一走 他叫他 我們這隻狗為什麼要用物理的 因為這隻狗 他在訓練的時候他都不吃東西 所以我們不是在虐待他 好 讓教小朋友那個感覺一下 弟弟不要鬧 你看弟弟先不要鬧 對 你們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你要在他的側 他的這一邊 力量是有一點往下 他就是想要先給你看 不對的方式 是喔 好那我們看 好 對肩膀那邊給他壓一下也可以 其實你用兩手把他抓著 往下也可以 兩隻手 兩隻手 抓他的手 好 好 對他現在有一點驚嚇 就是所以 來媽媽試一次 再把他矯正回來 不然他 他會分 欸欸欸欸 不錯喔 YES 因為他覺得說 你們在幹什麼 你到底要我幹什麼 他還沒有完完全全搞清楚 他發現說 欸 他慢慢 YES 他慢慢會發現說 原來是這個動作以後 你們才會放過他 所以他會慢慢理解喔 欸媽媽來補一槍看看 補一槍看看 漢 我了 如果練不好的 不要一直練喔 他會一直把他搞混 漢 漢 這家人來沒關係 看邊邊 欸好棒喔 SIT 好乖喔 好 好 對很好 媽媽會借助一個拍打 或是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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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媽媽真的是厲害喔 所以這個拉的感覺 有時候小朋友不會理解那個頓一下 或是往一個方向 小朋友只看到表象說往前拉 他就覺得你是不是要叫他走 不是往下的感覺 這很棒 媽媽看有沒有辦法 就是走一圈 很厲害 媽媽過去養狗 也有一二十年的經驗 媽媽很年輕 幼稚園開始養 媽媽慢慢站起來 然後給他解除 OK 現在做得很開心 OK好酷喔 不做